你有高敏感的特质吗? 高敏感的族群,内心世界常常会被别人误解 可是有一本书会带你深入去理解这些独特又敏感的灵魂 而且教会你怎么样善用这份天赋 无论你是否属于高敏感的族群 这本书都会改变你对于敏感一族的看法 并且让你学会欣赏这种特质 这本书的名字他就叫做高敏感是种天赋 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丹麦的心理治疗师叫做伊丽丝桑德 他多年以来都从事心理资商与辅导 他本身就是一位高敏感型的人 他也很了解说这种高敏感族的内心的感受 所以他在书里面就统整了他这多年以来的研究 还有资商的经验 给出了很多实用的看法还有建议 他写这本书就是想要帮助很多的高敏感族群 去了解自己接纳自己 还要学会说怎么样利用高敏感的特质 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书本里面介绍了高敏感的特质 也厘清了人们常见的一些误会 并且给出很多的建议 来帮助高敏感的人在面对外界刺激的时候 可以更有效的去调整心态 发挥自己的优势 这本书的一开头就有一个自我检测的表 这个检测表总分是140分的测验 只要你测出来超过60分 就是属于高敏感的人 那瓦基我自己的测验分数是96分 属于高敏感的倾向 但是程度还不算是太高 书本里面有许多观点 我读了之后是蛮有共鸣的 也解开了我心头当中蛮多的疑惑 对于想要去了解高敏感特质的人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本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书 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什么是高敏感 高敏感指的是 拥有敏锐的感知能力的人 他们通常会拥有丰富的想象力 还有幻想力 并且能够把他们所看到的东西 转化成为深刻的内心感受 然而他们也很容易会受到过度的刺激 感到一些焦虑还有压力 高敏感族群的优点 它是包含了很细腻的洞察力 还有同理心 它的缺点就是很容易做自我批判 还有对环境的变化过于敏感 有多少的人是属于高敏感一族呢 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 杰洛姆凯根 他以500名4个月大的婴儿 来当作实验的对象 结果他发现 在面对环境变化的时候 每5个婴儿里面 就会有一个跟其他的婴儿 表现出不同的反应 例如说气球破掉的时候 或者是床边上面 突然挂了一个陌生颜色的玩具的时候 5名婴儿里面 有其中的4名 不宜有他 看起来依旧很安稳跟放松 可是另外会有一名婴儿 会不安分地挥动的四肢 开始哭闹不休 所以大约每5个人里面 就会有一个人是属于高敏感 他们在小时候比较容易受到刺激跟哭闹 而且呢 他们也会容易就是躲到妈妈的后面 不太好意思跟陌生人打招呼 那他们长大之后 反而会展现出不同的特质 作者在书里面写到 小时候很容易因为外在的变化 而出现剧烈反应的人 在长大之后 反而会对人生有更深的思考 那另外有很多人会误以为 这个高敏感跟内向者 把他们混为一坛了 那书里面也做出了一些澄清 其实有70%的高敏感族是属于内向者 而30%是属于外向者 像是瓦机自己本身 是内向型的高敏感族 所以就比较喜欢人数比较少的场合 然后我也喜欢一个人静静地 做自己的事情 相反的 外向型的高敏感族 他们是可以拥有很深层的内在世界 也兼具了社交外向的这种性格 他们在群体活动当中会感觉到比较自在 然而这种高敏感 有一点点像是双面刃 就像是作者提到的 虽然对于刺激会很容易有剧烈的反应 但是高敏感族体会到的幸福感 也会比一般人更多 我们其实要学习的 并不是去压抑自己的高敏感特质 而是我们要懂得跟它共处 在最适合的时机还有情境之下 去让高敏感的特质 可以发挥它应有的优势 接下来我想分享三个书里面 给我很多收获的观点 首先第一个叫做停止继续努力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接受高敏感 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质 不要勉强自己去改变 我们要停止继续努力 停止想要逃离或是改变这种特质的努力 为什么作者会这么说呢 以下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像是书里面有提到 高敏感族 他们能够感受到事物的细微的重点 他们接受到的资讯 也会一路直达内心深处 他们拥有丰富的幻想力 并且也具备把事物描绘得栩栩如生的想象力 他们也会天马行空的进行各式各样的创作 因为他们大脑的转速很快 所以大脑中的记忆体空间会比一般人的更快要被填满 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过度的刺激 就像是在很多人的场合 高敏感的人 他们可能很懂得怎么样察言观测 他们可以感受到很多人际沟通上面的细节 可是在同一个时间 他们也因为不断的接受了大量的外界刺激 反而超过了自己的脑容量的负荷 特别是在有一些陌生人会出现的场合的时候 大概不用30分钟或一个小时 脑容量就满了 那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其实就蛮明显的 在那种很多很多人的社交场合里面 虽然我大概可以撑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跟别人交谈甚欢 可是我知道说 我很快就会感受到疲惫 想要快一点找一个地方静一静 如果这个时候 我还强迫自己继续撑着的话 硬是要表现得很有活力的样子的话 那我之后那种筋疲力竭的感觉 就会非常的强烈很明显 那这也是作者他要提醒我们的 我们要接受说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与生俱来的特质 如果你真的觉得累了 告诉别人说自己需要休息一下 不要感到不好意思 那如果你觉得说活动已经完得很尽兴了 你不想要跟别人去续谈的时候 你也要鼓起勇气拒绝也不要感到不好意思 不要觉得说自己好像不合群 而是停止继续努力 允许你自己维持你本来的样子 那我很喜欢作者他给出的这段鼓励的话 我也特别节路下来分享给大家 他说 停止努力成为众人期待的那个好的自己 你只要真诚以对 肯定会有更多能为人生带来喜悦的新体验 正在等着你 你会体验到过往人际关系中 从未体验到的 你会知道 就算是别人看到你不完美 也一样会喜欢你 再来我想要分享的是第二个我的收获 就是降低标准就可以减少自我批判 书里面有提到的高敏感族 就是一个常见的问题 就是在这种自我要求很高的人身上会特别明显 会对自己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书里面都指出 高敏感的人很容易对自己的高标准感到压力 因此会陷入一种自我批判的恶性循环 他们经常会要求自己要达到完美 但是这种过度的要求 反而会使他们感到疲惫还有失望 就像是你偶尔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批判的时候 可能就一直挂在心上 延伸出很多内心的小剧场 甚至还会开始批判自己 那我就想到了像是另外一本书 我刀枪不入 它里面有写一句话是这样子 它说我们都是自己最糟糕的酸民 还有怀疑者 那我自己也是一样 我就想到说我刚好又是那种高敏感 而且自我要求很高的人 那这句话在描述的现象 真的就一直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 每次有某件事情做得不够好的时候 我觉得都会有一个声音就跳出来 好像想要骂自己的那种感觉 那作者在书里面就写到说 对自我的标准有多么的严格 对这个自尊心产生的负面影响就有多深 你过度的要求自己的结果 就是一再的对自己失望 最后你就疲乏了 再加上高敏感族本来就容易自我批判 用不了多久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当中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稍微比较幸运的一点是 我可以把那些内心对自己的酸言酸语 比较不当一回事 我会选择说我不要去相信那些念头 但是作者也提供我们另外一种的解决方法 那就是可以降低标准 我们可以去练习以读攻读 持续的反复打破自己定下的原则 像是原本你很担心自己打破规则的话 降低标准的话 你会觉得这样好像不完美 但是事实上你反而会发现 就算你并不完美 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喜欢你 当你越来越放松 也就更能够积极的跟别人接触 那在不久的将来 就会出现一个人告诉你说 他跟你相处起来很舒服 你就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就像是我要去一些社交活动的场合的时候 原本那个我心里面完美的形象是说 我希望自己可以跟每个人都聊得来 但是这样子会让自己压力很大很大 但是降低标准的话 就是我只要求自己 只和少数几个人聊得很愉快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心态 反而可以让我更轻松的去享受聚会 或者像是另外一个情境 我在写读书心得的时候也是一样 以前我会要求自己把作者的重点 全部都要提到都要写到 如果我自己没有做到的话 就会觉得说我心里面一直有个疙瘩 之后我还是会一直挂念着 但是只要我知道可以降低标准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服我自己 只要挑选其中几个真的感到光明的地方去写就可以了 其他我真的无感的地方 其实舍弃掉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读书心得 没有人会帮我评分写得好不好 但是我自己内心知道的是 我自己写的过程当中开不开心 第三个收获再分享给大家 叫做透过冷却来处理愤怒的情绪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太会表达愤怒情绪的人 但是我以前没有去仔细分析过背后的原因 可是透过这本书 我发现了一些让我很有收获的观点 他提到说高敏感族不太会跟别人争吵 这个背后是有原因的 因为高敏感的人 他们正想要对别人生气的时候 他们不只是感受到自己的情绪而已 由于他们的感官太过于敏锐了 导致他们连对方的情绪都会感受到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因为太有同理心了 他们知道说对方可能是因为自己而受伤 然后这个时候就无法对别人受到的苦痛 做事不管 最后呢就舍不得发怒 然后最终就伤了自己 这种伤痛是太过强烈 甚至会夹杂了一些罪恶感 或者是羞耻心的一些复杂的情绪 甚至有些人会害怕说伤了对方 有些人会觉得说 碍于伦理道德的束缚 不想要为了赢而不择手段 不想要跟对方吵破头 根据作者做过很多资商的经验 他还发现一个现象 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吵到最后的时候 他发现吵架的重点 已经不在于争吵的内容本身 他们就是不想要沦为人生攻击 然后高敏感的人心思也很敏锐 所以他们总是会去考虑各种可能性 再加上他们有时候无法与自己的价值观妥协 会吵枢那种短时间内发生的争吵 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这个观察我觉得真的是说到我的心坎里面 就是不太会发怒 就是因为有这个同理心 你会害怕伤到别人 然后不太想争吵 也是因为在吵的时候 内心会反省自己 然后会思考其他的可能性 就会感到一些犹豫 不会这么想要直接让这个情绪爆发出来 所以作者认为说 这种懂得敏锐观察 还有思考的特质 并不是坏事 反而要懂得运用 例如说 如果跟对方的争吵即将越演越烈的时候 可以跟对方约好 你下一次讨论的时间 各自先休战 去散步或是慢跑 而不是当下就要分出个高下 作者也给很多高敏感的情侣 或是夫妻的建议就是这样子 他说 只要能够暂时从争吵当中逃脱 你就会开始进行一个自我内在的对话 对自己跟另外一半表达情感的时候 必须把心先冷静下来 对于高敏感族而言 卷入纷争本来就不是明智之举 反而要透过适度的冷却 来发挥自己敏感的优势 最后来做个简单的总结 我觉得这本书带给我的最大收获就是 高敏感不是缺陷 而是一种天赋 透过我们去理解还有接纳自己 高敏感族可以将这种特质 转化成为强大的优势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去欣赏这种细腻的特质 而且要尊重还有珍惜身边有这种特质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们 不管对于高敏感族 或者是其他敏感纤细的人来说 其实都是一样的 敏感并不是我们的错 正是因为敏感才让我们的人格更加的丰富 作者就鼓励我们 既然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独特的特质 那就要把握享受这个敏感特质的机会 高敏感族虽然在某些地方比别人优秀 可是你面对到的困难也会是很多的 敏感的气质并不是靠治疗就可以改变 身为高敏感族的我们 必须透过适度的休息 我们也必须比一般人更好好的关爱自己才可以 最后我也觉得这本书和另外一本 别对每件事都有反应 这两本书简直是天作之合 特别是身为高敏感的人 如果你对每件事情都有反应的话 你肯定会把自己累死 相反的 我们要懂得去对自己真正在乎的事情有反应 排除掉其他那些不重要的事情 这个时候我们的反应就可以更细腻 更有想象力 也更有同理心 OK 节目到这边就进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 还有好处金句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人生的终点来临的时候 你口袋里面的钱还是满满的 那这些钱又有什么意义呢 欢迎前往另外一本说书影片 别把你的钱流到死 这本理财书挑战了我们 对于金钱还有人生观的传统看法 它提出了一种 很大胆却富有启发性的理财哲学 非常值得一读哦